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要带大仙回家见家长这件事情已经好几个月之前就在安排这件事 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一直就是迭代的就太快了 就收不住了 所以现在就有时间要冲出来赶紧带他回家见见妈妈 因为我们六月份是不是开始双更了 然后我也没时间了 两个大人空间 五个辣椒两个大仓 我们录完节目已经蛮晚超过12点了 然后又那时候没什么困意 他说怎么 他站在电梯面前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然后我就看他只吸气不呼气 就很吓人 然后我说你怎么了 没事 然后那时候我没有反应过他还紧张要马上见家长这件事情 因为我就觉得他一直跟我渲染那个环境他不紧张 就是不紧张 而且还有两天嘛 我觉得也还好 该买的东西我们都买好了 他心力就在48小时 倒计时 回了他家之后 然后我说那我回去睡了晚安 我准备离开了嘛 他说你等一下 然后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 在那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吃饭 然后隔天是不是要和 呃就是什么姑姑 还是下姑八大也什么见一下之类的 在对这个行程 然后聊完了该聊的事情 我一直不想想买话 我一直不想买话 我一直不想会议 另外一家世界这三个人 我有很多移民 你真的只有这么多这么多 才能不能去 这样做又累秤自己 如果一直不想乱 Communit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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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